收不收包裹 邮差和住戶爆发口角 邮差明明穿着绿色制服 手上也拿着包裹 竟然被刁难要出示证件 气扑扑离开 从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穿绿色那个就是邮差的 邮差就是邮差 看了就知道是邮差 要证明什么东西 邮差正常情务穿绿衣 开绿色箱型车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 有假邮差出没 由于该住户是邮够常客 但24号当天是代班邮差 不认得住户 因此正常SOP要求证件核对 民众不满多一道程序 双方爆发口角 如果他说他没带印章 他签名 为了保护邮件的安全 我们还会请他试证证件 东西给你的 你知道你有盯这个祸 所以他跟邮差夹出示证件 我就觉得比较奇怪一点 然而收取包裹 核对证件是为了确保收件人 是不是为本人 一旦送错导致包裹遗失 邮局还是要负起责任赔偿 实际联系该名住户 没有得到回应 只是就算是熟客 正常SOP不想遵守 通网调侃认真邮差 反遭网路一阵围剿 记者许志明 詹小璇 台北采访报道